菲律宾与美国勾连 为保护在台15万劳工的安全 火上交油 引中方发怒 大家好 我是萧英华 美菲两国为拉近距离 过去一段时间频频互动 包括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展开了2加2会谈 而拉近距离的目的 外界都很清楚 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例如在这次2加2会谈期间 奥斯汀就明确表示 双方的约定 不知仅限于菲律宾所属领域 以及控制的岛屿 还将覆盖到南海地区 在这一背景下 如果发现美菲两国的船只 和武装部队袭击 美菲双方将共同进行抗击 什么意思呢 这摆明了是告诉中国 一旦中国与菲律宾 在南海地区发生冲突 美军势必会力挺 至此不难看出 菲律宾已经彻底走上了 联美抗中的道路 基于此 菲律宾开始着急的把自己 捆绑到台海冲突上 企图借此给美国 意表忠心 前不久菲律宾向美国新增开放了四个军事基地 顾美军进驻 根据近日的消息显示 这四个军事基地的地址 有两个接近台湾 对此 菲律宾方面给出的解释是 这一举动是为了保护 在台15万劳工的安全 据悉台湾的外界劳工 大多数都是来自菲律宾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和印尼 等东南亚国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3000人 到如今 从东南亚国家来台湾的劳工人数 已经飙升到70万人 现下考虑到台湾地区 越来越紧张的局势 印度尼西亚已经在为 35万在台的劳工制定撤侨计划 从整体上来看 大量的外来劳工 意味着对台海局势 对东南亚地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若是岛内继续跟美国等域外势力勾连 那么后果会很严重 不过真要说起来 这一切都归咎于蔡英文 使蔡当局上入境的台海局势 变成了亚洲最严峻 最危险的地区 事实上相比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才是最早准备 从台湾地区撤销的 现在只要搜索一下菲律宾 从台湾撤侨就会出现一堆去年的新闻 说的都是菲律宾在研究撤侨计划 这样一来 一旦台海有事 菲律宾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撤走在台劳工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关于菲律宾计划 从台湾撤侨 很多人都猜测菲律宾是意识到了什么 或者是觉察到了什么 这一具体的在我看来 如果说菲律宾扬言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 是为了保护在台劳工的安全 有了美国的忽悠和怂恿 像马克思政府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改变 既然可以从对华友好到不友好 也可以从保护在台劳工的安全 倒把这变成一个借口 一个光明正大 给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的借口 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莲 这次就说了 如果菲律宾真的担心在台公民的安危 就应该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 而不是向美国开放 紧邻台海的军事基地 这样只会火上浇油 中国是最不希望台海发生冲突的国家 但大陆绝对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将保留一切采取必要措施的选择 言下指引菲律宾与美国一起干涉台海问题 等于是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了 若继续火上浇油 中国不保证还能继续容忍下去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